你好 早安 他說上海放寬措施 車股是否可以看高一線呢 我一看消息時 我也有這個感覺 是 他就問1211和175 下一站是多少 比亞迪剛才阿農很詳細分析了 答不答吉利 其實記住 我們看到消息 或者你看到消息的時候 市場已經早就想了 上海復工復產 在上星期應期炒 港股內地股市做得更好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當然 未來仍然能否去抄水 我覺得影響的因素 不止只是復工復產 還有一些汽車銷量 汽車扣置水 事實上說 汽車扣置水 對於一些傳統燃油汽車上 的確刺激作用會比較大 所以令到你這段時間 吉利低位反大幅度的空間 就自然比較多 但問題來了 只是說5月份 股價已經由11元左右的水平 升至近期最高最高 至近15元的位置 30多個百分比 如果論短線的升幅上 它比比亞迪的差 但問題 基本因素上 只不過 說的是 短線最落後 你現在才出手去追 或者現在才看多少 我覺得空間真的不多 甚至如果升不穿到 100天線的位置 最怕有些彈散 或者高位有個比較恐怖的回調 即是其實某公布下13元12元這些位置 是 所以你問我 我不會主張賣吉利的 因為你突然間又要我看好一些傳統燃油車 我覺得很危險 我覺得未來整個汽車版 化的投資主體 都是圍繞著電動車 新能源汽車為主 吉利有的 但問題是 究竟能否交到那份量賴的業績 記住現在是6月份 6月份 當然 可能你沒那麼快會有 營起營景的人數 但市場不是真的 在等營起營景的時候 才開始在大線 總會 你問我自己看 我吉利的業績 中期業績的位置 沒什麼期望 甚至可能會嚇到人 心裡有數 所以短線來吉利 我覺得升穿15元 就去到16元這些位置 但一升不穿的話 回到13、12元這些位置 就是很有機會 所以直播率就很高 所以我覺得 傳統燃油車那些 我覺得就在短線這些位置 開始就叫林蝕湖 好啊 字幕提供 講述 最後一回 一起 閒